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ina Karina是我 這支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 我之前一直有在IG上講到的東西 真的花了蠻長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在每個 開學有新生進來的時候 才可以預定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戲外套 大家都知道 韓國的大學啊 有他們的戲外套嘛對不對 就是大家可以在很多的韓劇上 或是說一些網路影集上 都可以看到大學他們都有他們自己戲上的外套 有校服 有戲外套也有很不一樣的 像我們學校去年也有那個 外國留學生的專屬外套 就是外套上面會直接秀 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但是因為我覺得雖然說我是國際學生沒有錯 但是我比較想要保留一點點 就是我在這邊讀過 然後我是代表這個戲的那種概念 所以呢我就訂了戲外套 那時候我去年剛入學的時候 然後我知道這個消息 但是我沒有可以聯繫到會長的方式 那時候又沒有認識什麼韓國人嘛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透過別人去聯繫到會長 所以呢那時候就沒有這個機會去訂到這個戲外套 然後今年呢我在休學前 剛剛好我的學伴 他就是我們這一屆新的正副會長的好朋友 所以呢我就透過我的學伴 然後請他幫我跟他們說我要訂外套 然後原本還不知道波折非常的多 一開始我是請我學妹去跟他們講 因為我學妹生二年級嘛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參加戲上的活動 所以我想說透過他的話應該比較方便這樣 沒想到呢他就是他忘記了 因為我回台灣然後我也沒有提醒他 系會長就跟他講說不行了 就是已經開始製作所以不能加單 然後我就整個晴天霹靂 我想說不會吧我還要再等到明年嗎 明年的話我可能就不在台灣了 這真的會非常的麻煩 然後所以呢我就快點跑去跟我的學伴說 那他之前就有知道說我想要買這個外套 我就跟他講說學妹跟我講說 就是已經過了製作時間 那現在的話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交給他 就拍胸骨保證喔 交給我我去幫你問問看 結果你知道要認識學長的 要認識前輩才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他的年紀就是比那個政府會長還大嘛 就馬上下午就幫我處理好 而且他還直接幫我付了錢 我就想說這個人也太神了吧 就是 我真的超級驚訝 因為我沒想到他就幫我搞定 後來他就說不然他跟我就是 約定放在不知道哪一個同學的置物箱 然後叫我去開那個同學的置物箱 然後直接拿 我終於在我這次四月去韓國的時候 拿到了我的系外套 大家也知道其實我們學校就是 是私立學校嗎 因為我們學校的旅遊學院 這部分是在 應該說在整個韓國 比較偏北邊 是比較有名的啦 對 這些也都不是重點 我就是很喜歡跟大家聊聊題外話 這樣子 那我的系外套到底長怎麼樣 正面的話是這樣 這邊就是我們學校的 那個KONGY的K KMARK非常的大 這樣 正面其實就這樣而已 其實沒什麼 就是在背面 我們學校每個系他們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顏色也不太一樣 然後背面的話呢 就是這邊 Tourism 對我們的旅遊管理 Tourism Management 下面呢就是KONGY University 然後主要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側面 我剛剛說的 入學的學年度 像我是 我雖然說是去年轉去的 但是我那一屆是在2016年入學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16 再來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Initial 就是這裡 在下面的地方呢 會有一個我的名字 的縮寫 我叫 林品妍嘛 然後我就用我的品妍 兩個字的 英文的開頭PY 這樣子 超級漂亮 但是它真的很厚喔 去 大家記得我之前有發過一個影片 我們去 安山玩 上課的關係我們去安山玩 然後去玩的時候呢 就是 老師就有叫大家一定要穿西外套 剛好那時候天氣也比較冷 對 但是像我們那時候外國人生都沒有 所以都沒得穿 真的非常的可惜 因為我覺得 整個系的人一起出去玩 然後 大家都穿一樣的外套 代表你的學校 其實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一個剛剛有趣的事情 而且 很值得紀念跟回憶 不知道大家對韓國大學的那個 這個外套有沒有一些些的概念了 有一些些的憧憬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很想要 就是有一件這種的外套 因為 畢竟是整個代表你們的系啊 你們的學校啊 其實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團結的那種理念啊 我是這麼覺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想 非常的開心 我終於拿到了這件外套 那之後也還有機會可以 穿它出去的話 然後再跟大家多多的分享 這樣子 因為畢竟大學比較像是一個社會 比較像是一個個體 如果能就是 在大家一起做活動的時候 穿這個外套 或是說在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穿這個外套 會比較有共同的話題 跟比較有 比較有連結啦 那加上你看其實這邊又有一個學號 這也是一個方便於識別 人家是你的前輩 還是你的後輩 如果你看到就是 像我16嘛 你看到17、18、19 你知道 後輩 好可以嚴厲一點 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看到比你高了15、14、13 那你就知道說 該閉嘴了 該聽話好好做事 這樣 讓你警惕一下說 不要對別人太沒有禮貌 也先看看人家的備份 希望說 大家這樣子就可以對韓國大學啊 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就是 雖然說 我沒有繼續讀下去 讀到畢業 但是也是希望說 可以分享一些 關於韓國大學會有的一些文化 讓你們知道這樣子 對 你們都可以跟我分享 我都會看 然後都會依依回你們 我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然後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안녕 Bye